客车逐渐使离营居,老兵们告别了熟悉的军女生涯 尽管是离开,他们却收获到一种历练,一种精神,一种自豪 祝愿全天下所有的退伍老兵在今后的人生历程中 永保军人本色,开启新的篇章 北京台报道 新年就要到了,一年一度的北京新年音乐会 又将在人民大会堂和北京市民同庆元旦佳节 今年获邀呈现高水准交响音乐盛宴的呢 是德国德雷斯顿爱乐乐团 莫扎特费家楼的婚礼序曲 约翰·斯特劳斯的皇帝原舞曲 比才的吉普赛之舞 2010年北京新年音乐会的演出曲目 一如既往的洋溢着喜庆祥和热烈欢愉的节日气氛 新年音乐会举办14年来 充分体现了其国际水准中国气派 北京特色节日气氛的精品文化创意里面 主办方此次立邀由指挥大师伯格斯领衔的 德国德雷斯顿爱乐乐团出演 这支有着135年辉煌历史和纯正德奥风格的乐团 音响丰满且各声部平衡 具有美妙的德国古老传统色彩 除了德奥 法国 西班牙等地 筷智人口的经典名曲 乐团还特别准备了气势辉煌的中国乐曲《红旗颂》 增加了北京新年音乐会的中国特色 据票务公司统计 从12月1号到元旦前夕 将有70多台与迎接新年主题相关的文艺演出亮相精程 而将在12月31号登上人民大会堂舞台的 2010年北京新年音乐会 无疑是其中最稳引人关注的重头戏 北京台报道 好 接下来是媒体缩短时间 来看看其他媒体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6号表示 中医药治疗对艾滋病有确切的疗效 可明显改善艾滋病人 发热 咳嗽 乏力等临床症状 由于气温上升 武汉东湖附近的环湖路上落下大量摇纹 过往汽车碾压后 在路面形成油垢引发多起车祸 近日 中国遭遇入冬以来最大范围的一场大雾天气 26号浙江省象山县出现罕见的停油雾器官 27号 两只大熊猫王王和福尼将前往澳大利亚 澳方将对他们进行10年的繁育研究 期间如果有幼崽诞生 满两岁后送回中国 一对赶大包天的夫妇竟然在奥巴马宴请印度总理星格的时候 混进白宫大吃大哥 并和上层人血交谈 这是美国现代史上第一次有服速之客 成功闯入国宴 美宇航局日前拍到罕见的太阳海啸画面 在遭受昏暗但强有力的太阳海啸通缉后 日耳上下波动 证明波具争议的太阳海啸现象确实存在 北京台综合报道 国宇航局 Jim